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全球半导体产业库存调整期孔教市场预期久,其中封测台厂客户2023年上半年加速去化库存,台厂期盼拨云见日,期待2023年下半年需求回问。 半导体封测厂2023年上半年持续调整库存,日月光投控财务涨预估。 2023年第一季,车用和网通应用持续强劲,不过产业库存调整修正将延续到2023年上半年。 面板驱动晶片和记忆体封测厂南报董事长指出,观察半导体封测库存去化趋势,有两个检测时间点。 一个是1月春节后,一个是2023年下半年,也可观察晶圆库存、晶圆厂驾动率,以及个人电脑需求状况,至于景气核实回温,要看库存修正状况。 测试界面厂经测总经理指出,半导体产业库存高,市场评估要到2023年第二季底才会明显去化。 测试界面,预期最快2023年第一季,看到需求是否开始回温。 不过,台湾本土投雇,法人分析,此波半导体产业库存调整将比市场预期来得久,主要是厂商不仅需面对此前,全球大流行期间过度备货的状况, 接下来一年也可能面临全世界经济衰退并影响需求的逆风。 投顾法人预估,此波半导体库存调整将延续至2023年下半年,而非市场乐观期待地在2023年上半年去化完毕。 在大环境逆风下,风测厂仍期盼波云渐日,IC风装厂铃声总经理指出,终端客户备料可见去化,若无重大因素影响,期待到2023年第二季见谷底。 2023年第三季见曙光,至于谷底后营运呈现U型还是勾形反弹,仍要观察市场动向。 半导体测试厂立位总经理表示,客户终端需求减缓以及调整高库存等因素。 2023年营运审慎保守,预期上半年客户持续调整库存,市场终端需求有机会在下半年回温,客户预期在下半年去化库存。 半导体购装厂同心店指出,手机感测元件供应商可能还需要二至三个季度以上去化库存。 预估2023年第二季底第三季之后,同心店相关业务才会回谈。 半导体封测材料商力机总经理表示,尽管第四季开始一线半导体封测厂商出现营运下滑现象, 但预期2023年度产业表现不会比2022年第四季差。 此外半导体材料市场也有一定程度反应,据台湾媒体12月中旬报道。 由于此前,全球涉晶圆厂导致的强劲需求,加上CMP研磨垫、特殊气体等材料销售度能强劲, 研调机构Taxit预计。 2022年市场规模将超过660亿美元,较去年增长8%,但展望2023年,由于全球经济面临诸多挑战,销量可能出现衰退。 该研调机构表示,2022年研磨垫、特殊气体、前躯体材料、SOI晶圆等市场成长幅度强劲,均较去年增长两位数。 2023年受总体经济不确定性影响,预计半导体业营收将下滑,其中记忆体设备厂商营收衰退幅度更大。 调研指出,半导体材料市场营收相对持平2022年,但销量将较2022年衰退,预计2023年晶圆驾动率降下滑,其中记忆体驾动率下降,将使前躯体、特殊气体、清洁用化学品销量受影响。 不过,其中先进制成半导体材料,2023年仍较2022年成长于5%, 整体而言,尽管面临经济衰退隐忧,但在美国晶片法案等推动下,2023年下半年将有更多资金压住半导体市场,带动材料市场2023年第三季度重回增长轨道。 日前,根据调研机构Counterpoint的报告,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由于旗下海思公司的高阶5G70晶片库存耗尽, 导致其手机仅能使用高通4G版骁龙SOC。 俄媒Videmosti又另外报道称,华为于2023年1月关闭其在俄德企业的业务部门, 原因是担心这家已经受到美国严厉制裁的公司, 可能会因允许其系统和设备出口给俄,而受到进一步制裁。 大约2000名员工将被要求转移到华为,在其他独联体国家CIS的办事处或被解雇。 报道称,华为将保留该业务部门在莫斯科的办事处, 因为它准备在东欧局势和缓后返回。 华为在莫斯科、圣彼得堡、夏诺夫·哥罗德和新西伯利亚的研发中心, 预计不会受到影响,他们将继续致力于5G、计算机视觉和虚拟实镜等专案。 华为在2019年5月就被当时的美国政府列入了商务部的实体名单, 随后又数次升级了对华为的制裁,阻止获得还有美国技术的晶片、 设计工具、晶片制造设备等。 这也直接导致了华为自研晶片无法制造, 手机业务遭受重创,并被迫出售了荣耀品牌。 据报道,为了避免更多制裁, 华为在东欧局势恶化后, 于4月要求在俄的一些当地员工进行了休假, 并暂停了与俄运营商的新合同。 他还从2023年开始将其在俄和白俄的公司部门与其他独联体国家分开。 据报道,该公司于9月已将俄的一些员工转移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。 除了华为寻求自保之外, 自2022年2月底东欧局势巨变以来, 英特尔、AMD等晶片大厂自然也是纷纷停止了在俄业务, 就连台积电等顶级晶圆代工厂, 也停止了为俄晶片设计厂商代工。 这也使得俄基于国产CPU的PC及伺服器制造受阻。 据俄媒生意人报、Kamerson的报道, 根据俄数位发展,通讯与大众传媒不统计, 若只计算基于俄自然处理器的PC及伺服器, 俄制造商在2022年仅供应了15000台PC和8000台伺服器。 一位俄晶片设计厂商Elbrews和Bicol的处理器, 均委托台湾的台积电代工。 俄数位发展部一名官员表示, 一批已制造完成的处理器晶片被困在国外, 无法运抵该国, 已经对其国产电脑伺服器等研发产生了负敏影响。 此前曾有报道称, 台积电拒绝将以代工完成的Bicol和Elbrews处理器发运制额, 该公司目前仍未恢复相关产品的代工和发运, 也没有就未完成的订单向俄客户退还款项。 俄媒称,目前尚不清楚台积电以何种理由 持有现成批次的处理器而不发给客户。 据俄某部长透露, 若之前下单且生产的那批Elbrews, Bicol处理器能顺利交付, 他们2022年本可拥有更多基于其国产的PC及伺服器CPU。 他说,虽然智慧财产权及所有凭证都产自额, 但及国内却没有工厂能制造CPU, 生产作业只能委托台积电等海外供应商。 他还表示,俄目前最先进的晶圆代工厂 能够量产的最先进的制程为90奈米, 而俄威处理器商MCST最先进的CPU是委托台积电以16奈米制程代工。 值得一提,此前有消息显示, 俄有从一些渠道采购中国龙芯的处理器, 但是目前龙芯已经停止了对俄的出口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